你怎么关了 走 去哪儿 我发小这几天在这里办画展 请我去看 顺便去找找灵感 不去 那出去走走 万一能想到什么呢 我发小很厉害的 我上次帮柳思思翻译的论文 就是写了她的话 没空 那明天去 这两步路你爬过来的 你打扮了 我就穿成这样去看你发小画展了 去看我发小的画展 你穿什么骚包干嘛 看来你这发小也不怎么样了 公主那么怕冷 要不要给你准备辆马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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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就说 你不用那么较劲 江星驰他 他 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你不用担心 我事情多得很 没时间耗在他身上 早知道又不给你选排球课了 我不是为了想赢他才来上课的了 我不是为了想赢他才来上课的了 你也不是因为网卡了才给我抱着他了吧 我知道 爸 你是想让我活动活动 你那个背和秀出了一样 打都打不开 天天在吉利敲代马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你多动动 你这心 我领了 你这心 我去 我去 少情愿 一眨眼道理流失的时间 不再害怕落大的世界 有你在上面在正面 说每一生晚安 经过从未曾改变 大家注意了啊 咱们今天节课 跑揭发球 总共呢是二十个球 接起八个的及格 十二个优秀 十六个就是满分了啊 还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行 没问题 晚上可以考试 没事的 别紧张 一会儿我会帮你的 谢谢 注意 到 不是 你们班门生 你不太激烈了吧 一个个都跟纸糊子似的 尤其是那个缺了解课的 跟花架子似的 你懂什么 女人的梦想 就是能平稳安宁地沉醉 在花架子的时间里 好了 不疼了 我先走了 同学 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 以后有什么事 还可以联系 这不用了 同学 同学 咱们还是加个微信吧 以后有什么事 咱们好联系啊 你是在排球课上受伤的 唐教练让我跟进你的情况 你要是上不了排球课的话 我可以帮你请假呀 行吧 你扫我吧 你干什么呀 故意的吗你 不好意思啊 手机坏了可以找我修 计算机 应用技术一般 必须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真找你赔 还要赶我走 行真多 可以啊你 我还在想你状元要是挂客了 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李萱 我告诉你们啊 过会儿跳骨灰盒的时候 别听那帮人瞎忽悠 挨个几千上万的 那把孙子 心黑着呢 就买个几百块钱的 凑分的能用就行了 大哥 我妈没了 你妈得这个病就是要死啊 早结果早好 要不几十万丢进去 剩下的人 别打 别打 你小子在打我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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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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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可能是伤到几步了 先去做个CT吧 看看情况 不行的话 可能要做少数 那要多少钱 做少数的话 两三万吧 小心点 小心点 走 我们做CT去 走啊 走 要是伤到疾数怎么办 妈都可以不救 我 我知什么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李萱姐刚走 看到了 你来都来了 也不送送她 李萱姐说得没错 你就是心里都在乎 还有装作不在乎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把她删起 你 废话那么多 李萱姐很高兴 她说谢谢你 还有呢 还有 你也要小心点 你千万被别拉吃死了 我哪看上去想被吃死了 我就那么容易被吃死了 她说让你招脸急 我知道 可能脱下就会不好 我真的不想做这个手术了 妈不起这个心 也是 想想坐在轮椅上那里学你 也挺奇怪 少来这趟 以后你每半个小时 就要活动一次 每天都要做礼物 学校校医师就能做 明天我就去给你换好 随便